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大嫂根本没那意思 是我们家文辉自作多情了是吧 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 那我就太失败了 她宁可追一个离过婚的老女人 都不喜欢我 我不信 秦丽 你走着瞧 我非得拿出你大嫂就是个风流祸色的证据给你看看 二老 人哪 一步 生气好心了吗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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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月回来了 奶奶 我回来了 小月回来了 你回来正好 赶紧洗手 开饭了 奶奶 我不太饿 你们吃吧 吃点吧 奶奶做做好了 我真不太饿 你们吃吧 我回房间了 小月这孩子 最近是怎么了 对了 许然今天跟我说 说她跟许然说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许然说的 她 她喜欢的不是许然吗 不是 那许然有没有说她喜欢谁啊 她怎么可能跟她说她喜欢谁啊 她会不会 她是为了拒绝她故意这么说的 她要是真有喜欢的人 她把整天往外头跑了 短信啊 微信啊 这谈恋爱啊 她都是有症状的 也许她真的是有喜欢什么人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喜欢谁啊 嘉辉 你俩是一伙的 你赶紧说 那个 姥姥 我都 我都快饿死了 我这肺病都快饿出来了 我 我先吃饭去啊 来 都是来吃 周五 晴 时间 二十二点十分 又是一天过去了 每次在妈妈的公司见到她 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我知道 这种特殊的感觉 是我一直未曾有过的感受 但是我要怎么向你表达 我内心的感情呢 我是自卑的 我是懦弱的 我怕失败 怕被你拒绝 如果你拒绝了我 我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嘉辉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你姐的事了 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冯嘉辉 你要是知道你姐姐的什么秘密的话 赶紧从事照来 可我真不知道啊 姥姥 嘉辉 你最乖了对不对 这事可关系到你姐姐以后的幸福 你要是知道了绝对不能隐瞒啊 我都说我不知道了 你们要饿死我 我吃饭去了 先交代 泡我吃饭 我不吃了 此路不通啊 我出去 臭丫头发也不通话了是不是 你要是这样小时候可有心都会不会想想给你听一听啊 对 给他绑起来听 你个老头啊 大半夜十二点 在粉地儿里 妈 儿子 行了行了 别叫了啊 赶紧招了吧 他们我可忍不起 儿子 姥姥 招了不就完了吗 妈 你招了吧 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良 给你两条路 A 坦白交代有大理 B 拒不交代鬼故事 我选这 哪鬼故事 你不是倒了越多死了越坏了 你想逼死我呀 嘉辉 你要是知道什么 你赶紧跟姥姥说 否则的话 以后你想让姥姥给你买什么 那都是不可能的了 可我都答应我姐死都不能说 是啊 活着才能说话 死人就说不了话了 我 我要是说了我成什么呢 我都成叛徒了 不计以后还能打理我吗 这个事是这样啊 你姐姐呢现在还年轻 很多事情她自己处理不了 你要是把实情图告诉我们 有什么问题 我们跟着分析分析 她不也是减少痛苦吗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们不会告诉她 是你搞的谜 对 我们会让她觉得是我们自己知道的 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放心交代吧 嘉辉 你想一想 你跟你姐的关系这么好 你这么爱她 但是她有什么事情 你不告诉我们 你这不是爱她的表现 你这反而害了她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陈年人 我们能处理 你告诉我们 相信我们一定能处理好 好不好 说呀 嗯 快说吧 你把你老子跟小舅 急上什么是吧 好啊 好了 好了 我重点也是看我姐太痛苦了 她太懦弱了 那么喜欢又不敢表白 就自己在那儿求解 谁 她真的爱上一个人 谁啊 谁 谁啊 就是我大舅妈公司 新来的服装设计师 是 文辉 我要不请你出来吃饭 你是不是又得在家吃方便面 你怎么知道我吃方便面 我就不能煮饭啊 我昨天去你厨房拿勺的时候 发现垃圾桶里 都是方便面的盒 你别告诉我 那都是别人吃的 你是说那个设计师 根本不了解晓月的心思 不知道 我一直穿着我姐跟她表白呢 可我姐不敢 怕被拒绝 晓月这孩子呢 本身就内向 又从来没谈过恋爱 第一次爱上一个男人 如果冷不丁地被人家拒绝了 她心里肯定不好受 要不我去找那个设计师 妈妈妈您去干嘛呀 哪有奶奶替孙女说美的 您不合时别去 是啊 那有什么不行的 那有什么不行的 晓月 不好意思表达自己的心思 那设计师呢 又不明白 这 肖虎间就耽误了 你说要是那个设计师 被人家追去了怎么办 我我姥姥可说对了 现在就有女的狂追文辉呢 真的啊 这就是我小舅前女影 晓晓阿姨 你们不知道那晓晓阿姨 又性感又漂亮又火热 我还真怕这两三天的文辉 招架不住从了她 那我先怎么办呢 也没你说那么邪乎 三儿 你和那个设计师熟 你去跟她说 对 三儿三儿三儿你去啊 我我我我我我去说 怎么了 你侄女这点事你都不肯帮啊 没 那个假洋鬼子 赶快让她回去 别缠着那个设计师 耽误我孙女的好事 妈妈不是我不敢帮啊 就是在这里边 就是什么呀 对 妈 你忘了 她就是为了帮那个女的和文辉 我们俩差点闹离婚 还让她帮 那我去找她你们不同意 三儿又不肯出面 那这事怎么办 妈妈妈 我有个主意 我有个特合适的人选 忘了 大嫂啊 你们想啊 一边是门辉的老板 一边是小面她妈 她去说多合适啊 对不对 我怎么把 怎么把乌梅给忘了 对啊 你看啊 老板亲自把自己的女儿 介绍给自己的手下 那她手下不得勒风了 对啊 算了 算了 好不好啊 那笑什么呀好不好 好不好 说 好 去哪儿买的话 好啊 以后别买了 为什么 你不喜欢 喜欢 就是有点不习惯 而且我觉得太费钱了 以前没人送过你花吗 小月她爸爸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没关系 以后我经常送你花 以后我经常送你花 言不经常是 是否我的重视太迟 讲悟了你的好事 告诉我这种关系怎么维持 像我这样的人 太多许可一人 太多许可一人 等你尝到黄昏 又熬到凌晨 因为你才相信 缘分 才相信爱情可真 不太想要那种 温暖在每个夜深 我总是埋着头 在你走一会儿 王辉是不是在你呢 你等一下啊 找你的 喂 你干吗把手机关机 我都要有吃饭的 我的手机可能没电了吧 是不是他差点了你呢 是不是他是故意的 是他让你关的手机 对不对 是不是他让你关的手机 是不是 我说得明白了 那没什么事咱们等回头来说吧 先挂了吧 别介意啊 咱们别人吃吧 你们嫂围的手机干净 上上上上上行 二猴的广东 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 不是 说你想法太好了 徐 我看咱俩现在就去屋梅那儿找她 妈 你干吗去啊 什么干吗去 找屋梅啊 嫂子不是手机关机吗 家里又没人 你们干吗去 对 那妈 小芊说得对啊 这万一我大嫂子在外面硬臭 不知道什么是回来 咱俩干等啊 对 这白跑一趟了就 就是 妈 我看啊 这事儿这样吧 你们现在都别冲动 要不咱们问问小月的意见 咱们瞒着她去问人大嫂 那万一这事儿被她知道了 她肯定受不了 媳妇 你们说得太对了 妈 姐 小月什么皮咱都知道 那孩子内向闷着 那咱背着她找大嫂去 这孩子肯定生气 皮下来就给自己切坏 咱们不白忙活了吗 这个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 我现在就上去跟她说 妈妈 妈 你先听我说 你现在找小月去干吗去 你没听家会说啊 说小月是偷偷喜欢上文辉的 说明小月现在是暗恋的 小月自尊心多强啊 你现在去找她 这明摆着不就又露馅了吗 不能去找啊 对 妈 你不能去啊 妈 我想几件事儿来嘛 有个新闻您知不知道 有个女孩特别内向 爱写日记 有一次她妈就偷看她日记 发现她喜欢一个男孩 就问这个女孩 这女孩这一下子抑郁 差点没自杀呀 不是 已经不是自杀了 这么严重呢 这可不行 那可不行 都不行 哪个行 哪个行 哪个行啊 妈 这 这事儿啊 这 这事儿交给我呀 回来改天我把小月 遇到我咖啡厅去 我跟她好好深层次谈一谈 但我绝对不会说 咱知道这事儿 我引导她 让她自己亲口承认 让如果落实了 她喜欢文辉这个事儿 我再去跟我大嫂说 或者直接去找文辉 就扫清这一切尘埃 就让咱俩小月救了 救了 妈 这主意好 这更可以 你们年轻人呢 沟通起来方便 来 妈 撒尔这次是帮小月的 你不能胡思乱想 妈 小倩不会这么肯 不会吧 不会 撒尔 你呢 也抓紧时间 有什么发信 及时地通知我了 放心吧 妈 撒尔 放心吧 姐 好 天哪天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说你怎么会发生成这样 吓死我了 吓死你了 还吓死我了呢 你知道我这个心 都剃到嗓子眼了 幸亏 大嫂的电话没有打通呢 你说我发姨妈跟她打通 跟她说这个事儿 怎么办呀 我嗓死我 我心都快就吐出来了 你先别担心大嫂 你担心担心我吧 我先一个头两个大 我那边刚 这这这这这 是是是 我还没说你呢 你说你把这个事儿 揽在你自己头上干什么呀 我不揽 我不行了 你没看妈 马上就要找大嫂嘛 这事儿不就坏了嘛 就是 就找小月 这是捅破了 那怎么办 你老公我使得这是权宜之计 尽量拖延时间 你拖延时间有个屁用啊 你怎么给他们交代 你怎么啦 心情不好 没有啊 五妹 我跟程程真的已经没什么了 我跟她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两个人结束了 只是她一直不接受而已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没有权力生气 真的 要不这样吧 你嫁给我 你嫁给我 咱们俩人结了婚 看就死心了 能不能成呢 我是认真的 你用嘴 厚的美 安慰我 春天会再来 她还要听我唱歌 听我唱歌 再看看生命中 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花 我怎么能亏欠了她 呀呀 我要因这袭来的风雪默默的 谢谢 姐 你怎么样 我唱得好听吗 好听 特别好听 还是我唱得好听一点 林凡唱得更好听 更好听 就是 我也觉得林凡唱得特别的好 你们俩干嘛呀 在我面前晒幸福啊 就不怕我羡慕嫉妒恨哪 你不用羡慕嫉妒我们呀 你可以找你文慧呀 家伙 没事 林凡是自己人 再说了 林凡根本不知道文慧是谁呢 对呀 文慧是谁 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就最看不得你这副样子了 你喜欢就去表白 就去告诉她呀 干嘛藏着掖着呀 你活在哪个年代 你以为你小龙女呢 不是 不是我不敢表白 要是换了别让我敢的 但是苹果的直觉 我觉得文慧她不会喜欢我 怎么会呢 你这么优秀 什么男的见你眼睛不直啊 是不是林凡 我回家这么挺有点尴尬 是是是 你最漂亮了你 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文慧对我的好 是一种长辈的好 她对我的宠爱也是一种 长辈的宠爱 我也说服你这种感觉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我一想起那承承 我就特别害怕 她对文慧那么执着 就算是文慧不喜欢她 承承也不会让她轻易 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我们相friendly 承承承承承 天不疚 layers 带了多久 去看吧 你先走了吧 你吃晚饭了吗 没有 那我去帮你弄别牛奶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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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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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姐 我对不起你 我当初不应该对你那样 我不应该骂你 可我当时是疾疯了 我 我真的是疾疯了 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好不好 我没有怪你 那你把他让给我 我求求你 你把他让给我好不好 我真的不能够没有他 我跟着他从美国 跑到中国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是想要跟他在一起 我连自尊都不要了 哪怕他是可怜 我跟我在一起都可以 我求求你 你把他让给我好不好 你有女儿 也有公司 也有钱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真的就只有他一个人 你把他让给我 你不要跟我抢他好不好 别这样 澄澄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们没有在一起 我们没有在一起 我没有答应他 我也没有想过 要跟你抢他 请你相信 不是这样 媳妇 我还是有点担心小圈 你知道这孩子心眼那么小 又没谈过恋爱 这次先得有这么深 你说如果一旦他知道温慧 喜欢的是他妈不是他 他心里能受得了吗 在这儿换你你受得了吗 换成我 我肯定是受不了 换成谁谁都受不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呀 那我们又不能逼着人 文辉去喜欢小月 对了 许然不是也挺喜欢小月 但是小月一样对她没感觉 许然也挺伤心的呀 所以我说呀 感情这事儿 谁都帮不了谁 你说没有这种可能 一旦大嫂知道 小月喜欢的是文辉 但她心里又明白 就是文辉明明喜欢的是她自己 她会不会把文辉让给小月啊 那文辉也不是礼物行不行 就算大嫂肯让 人文辉一样的不喜欢小月 这不是还是没有用吗 我这是乱了套了呀呀 这人物关系加倍 雷雨还乱 行了 你别担心了 船到桥头必然值 肯定有办法的 自然值 好 回家 回家 没什么事 我只是问她 是什么 我只是不想你 什么事啊 我还不是 我只能想你 我只能想你 有什么事啊 我只能想你 我只能想你 你能不能想你 不是我 我只能想你 你能想你 感谢观看 我 implkas和我们的最佳 我们想惯 吃的时候 小WORK 为什么 你你告诉我 我到底哪一点比ship北超 我哪一点比不上他 晨晨 你冷静点好不好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能勉强 我不管 我就是让你离开他 回到我的身边 晨晨 以后你不要再去 打扰我们了好不好 是他跟你告状了对不对 是他跟你说我去找他了 对不对 他什么也没说 他不但没有接受我 而且还劝我接受你 他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承承 这件事是我自己决定的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管 我确实让你回到我的身边 你如果不接受我 那我就不活了 你是以为我又在吓唬你 对不对 我为了你什么都不要了 跟你跑到这里跑到那 我连自尊都不要了 你觉得我是在吓唬你吗 承承 我们是在分手以后 我才认识无眉 爱神无眉的 你不要总是做出这副 全世界都对不起你的样子 好不好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答不答应我 你告诉我呀 你不答应我 我就去死给你看 你怎么总是这个样子呢 你了解我 我不会被别人威胁 我又不接受威胁 看我 你一个并不爱自己的男人去死 这纤枝 你想想清楚 对不起 爱你 其实你知道 我不会真的去死 如果我没了 那将来谁跟你结婚呢 你进来一下 进来 吴总 赶快给我去找聘 一个新的补妆设计师 听明白了吗 我需要一个新的服装设计师 好 我这就去 有事吗 晚上 去哪儿啊 他现在怎么能这样呢 你说怎么能 这么狠心呢 就变得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男人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不爱就是不爱 都怪你 不是 怎么能怪我呢 不是我欺负你 就是你欺负我了 如果不是你的话 那我能能落到今天吗 琳达 你说这话太让人心凉了 你说为了帮你 我付出多大代价呀 我浪费多少脑细胞啊 我都差点七里子散了 我 我 我容易吗我 你是不是让你吃点什么 就想要心理就还不躺在这身上 我心理的 到底是什么 你还要就坐在哪里 你还能倒 这次 有点 不躺在这里 我就想要 如果是这么多 她怎么就能喜欢上你大嫂呢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她 我哪里比你大嫂差吗 我跟一个老女人我都比不起 我活了还有什么劲 我问你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跟文辉 就根本就没有可能了 她不会再对你回头了 估计是没戏 那你现在心里这么难受 是因为她爱上我大嫂了 你心里不平衡了是不是 我真的特别无法接受 她会喜欢你大嫂会爱上她 我真的 太伤自尊了 那她如果跟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女孩在一起 你是不是就就不伤自尊了 当然了 起码上在年龄上我就认输 可是她怎么能喜欢上一个 那我问你如果 她跟我们家小孩 小月就这样一个小女孩在一起 你跟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说如果她跟我们家小月在一起了 你心里还会不会难受 当然了 除了我以外 她跟哪个女人在一块我都会不舒服 那完了完了我帮不了你了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又想到什么办法了 也不算什么办法 我就想啊 把文辉和小月的人 撮合一下 这也 行吗 只能这样了 你像你对文辉 这边已经没有希望了 然后也不想成全我大嫂 这样你心里不是还能平衡一些吗 你就真心那么想帮我 都不帮你大嫂 其实也不是完全为了你 那你到底什么目的 你倒有说呀 跟你说实话吧 小月也看上文辉了 其实我早就应该看出来的啊 小丫头嫩嫩 上次还被她们两个摆了一刀 你的车放这儿 坐我的车吧 来 来吧 上车 为什么不让我开车啊 我一会儿怎么回家呀 找什么几户家呀 放心吧 我不会把你卖了的 我带你去个地方 今天姐夫没见你吗 他没来 现在正是生意好的时候了 太忙了 你们俩感情这么好 真的让人羡慕 是挺好的 不过我也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 小倩啊 小月最近怎么样 她不好 怎么 是那个男人不喜欢她还是 其实我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奇迹跟你说 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应该怎么说 我个人觉得你更合适小月 她也没谈过恋爱 一切都是梦想 所有的想法都还不切实际 她也不知道到现在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很想拜托你 当然了 这是我的一种奢求 你说 只要我能够做得到 我担心她会受到打击和伤害 所以到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到她 我会的 你说 要是晓月跟文辉表白了 或者呢 就是你大嫂也帮上了这个忙 但是文辉不喜欢晓月怎么办呢 为什么不喜欢啊 她从美国来的就了不起啊她 你就是从星星上来的 还不是给我大嫂打工的 咱晓月怎么了 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段有身段 要工作有工作 一个女孩子还当着老师多崇高啊 就说再说她父母吧 俩老板 那家庭挑战得多好啊 又青春年少了 她凭什么不喜欢 瞧你啊 把你执女都夸上天了 我就在想啊 我是不是应该联系一下 晓晓跟晓晓跑的 你看啊 晓月不敢向文辉表白 就是因为他们中间隔了一个晓晓 那么文辉呢又不喜欢晓晓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让晓晓的先退出 也好给我们晓月一个机会 妈 这主意好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联系晓晓 交给我 我给你搞定 等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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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三儿 是你姐我吗 是这样啊 我有个事呢 想麻烦一下晓晓 这位邻居嘛 我隔壁邻居 想让他从美国带点 带点药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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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用你 你就把晓晓的电话号码给我 我给他打就行 行行 等会儿等会儿啊 等会儿等会儿啊 说 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啊 换一换口味也还行啊 你找我来就为了说这个呀 我找你来呢 是想要告诉你 我放弃了 我放弃文辉了 我不喜欢他了 怎么了 你不相信吗 你放不放弃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是喜欢他吗 现在你就没有什么阻碍了呀 你就可以大胆地去追求他了 谁跟你说我喜欢他了 啊 到了 韦先生回来了 有 有客人 您好 请进 来 请进 这是我母亲 您先坐 我给你倒点喝的 还是我来吧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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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儿媳妇 您误会了 我 我没有误会 我没有误会 我来吧 我来吧 我来给你做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